如果你想买只有一个4680电芯的充电宝 想要充电快又要电量多 我劝你别买 这是马拉松的4680单电芯充电宝 型号是P25MAX 现在的价格是259 听说特斯拉的赛崩查克用的也是这种4680电芯 这个充电宝只有一个电芯 标称容量是25000mAh 有96.2瓦时的能量 你是可以带它坐飞机的 具体有没有虚标我们一会儿会实测 注意看这里 它标注的输入功率最大只有18瓦 输出功率最大只有22.5瓦 所以这种充电宝它更适合给手机长时间供电 或者给稳定器做外置电源 又或者给相机持续供电 还有就是给你的软路由当辅助电源 这两个充电宝都是25000mAh 你是不是在想 为什么绿莲的这个能输出100多瓦 而马拉松的这个就只能输出22.5瓦 你一定知道功率是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绿莲的这个充电宝里面有5个电芯 能提供18.5V的电压 而马拉松的这个里面只有一个电芯 只能提供3.7V的电压 假设它们的电芯最大只能输出1A的电流 那么绿莲的电芯能输出18.5瓦的功率 而马拉松的电芯就只能输出3.7瓦的功率 所以这种单电芯的充电宝天生就只能跑马拉松 不能让它跑百米充次 我看到它的主控是SW6208 是智荣的双向快充芯片 从官方文档能看到它的极限功率是22.5瓦 我带你看看电芯里面的结构 这是危险动作 请不要模仿 这边的铝箔是正极 这边的铜箔是负极 这里和这里的金属片都是输出吉尔 在整个电芯的电极上面全部都有 这种多吉尔的设计是动力电池的特点 它可以让电池的内阻变得很小 这么大一卷电极去掉钢壳以后重量还有239克 所以这个充电宝说它能给手机充满5-6次还是有可能的 具体能充几次还得看手机电池的实际容量 它的重量有484克 和它容量一样的这个绿联充电宝有500克 这个充电宝的容量比较大 如果说不能边充边用的话 想给充电宝补电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我尝试先给手机以9V2A这个档位来进行充电 然后给充电宝插上充电器 手机的充电会变成5V2A这个档位 会降低功率 但是充电宝的充电功率会维持在9V2A这个档位 所以这个充电宝即使边充边用 也会处于在一个补电的状态 而不会让电量越来越少 在多口输出方面 我拿其中一个口输出9V 只要其他的任意一个口接上负载 总输出电压都会降低到5V 这个功率分摊的策略也是属于常规操作 这些是A口支持的充电协议 这些是C口支持的充电协议 刚刚拆开的时候我发现机身自带的这两根线是并连在一起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根1分2的充电线 所以我只需要测一根线就可以知道这两根线上的充电协议 这些是机身自带的充电线的充电协议 机身自带的充电线标称有5V2A的输出 把电流加到2A 可以看到满载的时候纹波是50毫伏 它的过载保护电流是3.2A 好 现在我们测A口 A口标称5V3A 满载的纹波是60毫伏 极限电流还是3.2A A口标称9V2A 它的满载纹波是100毫伏 它的极限电流是2.4A 如果再增大电流的话会降低电压来限制功率 A口标称10V2.25A 实测超过2.05A的时候开始降压限制功率 在这个状态下的纹波是120毫伏 不过10V这个档位平常不怎么用 倒是也没有什么影响 A口标称12V1.5A这个档位 满载1.5A的时候纹波是120毫伏 电流超过1.8A的时候开始降压限制功率 现在我们测C口 C口标称5V3A 满载纹波是60毫伏 然后极限电流是3.2A C口标称9V2A 它的满载纹波是90毫伏 它的极限电流是2.4A C口标称12V1.67A 它的满载纹波是100毫伏 它的极限电流是1.8A 我们现在用9V2A来放电 放电功率是18W 占最大输出功率的80% 放电用了4小时08分 总共放出77.1Wh的能量 它的标称是96.2Wh 我们按平均80%的转换效率 应该要放出76.96Wh的能量 实际放出的是77.1 从这个结果看 它的能量值是足量的 没有虚标 充电到80%多的时候 我这儿突然停电了 所以得到的数据 可以肯定的是 大部分充电时间 是维持在9V2A 18W 充电从0%到100% 要精力超过6个小时 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 这个充电宝的所有充电口 都没有虚标 而且还有一定的过载能力 至于它的容量 也没有虚标 所以这个充电宝 你可以把它用在 慢速长驱航的地方 千万别把它拿去跑百米充次 好了 我是机电将 我们下期见